因為這台相機 因為這台相機 這台相機 這台相機就是百 簡單來說這台相機就是99%的缺點 加上1%的超級無敵的優點 然後就因為他1%的優點 我們才購買這台相機 我可以隨便講 就可以講到很多很多的缺點 像是對焦慢 然後對焦又不準 然後對焦聲音也很大 然後電池電量很爛 然後照片 拍了一張照片 你要等7秒鐘你才可以看到一張照片 那你如果連拍的話 你只能拍攝8張照片 然後拍這8張照片 你真的是8乘以7 8756 你要等56秒你才可以看到照片 真的是數位底片啊 你真的是拍完 你沒有辦法即時看到你的影像 然後他的ISO低光表現 真的是爛到炸開 我永遠都使用ISO100 然後呢還有什麼 天啊 我會 наблюд清楚 有什麼 他想像是 然後重點 然後他又是 然後他又是APS-C固定的感光元件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固定的鏡頭 那這一台是DP-ZERO 就是他的廣角系列 他有DP-01234 各種不同的相機 但是都是定焦固定的鏡頭 所以你想要買同樣的相機 然後不同的鏡頭 你就要買四五台相機 這樣子 一個神奇的設計 對所以我就說這個是99%的缺點 但是他那一趴的優點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影像品質 真的是 喔 你可以看著那個影像在你的電腦螢幕 然後你就會一直 一直看著那張照片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塞 怎麼可以拍出這麼 超級特別 銳利 顏色又漂亮的影像 就整個是 你可以一直看著那張照片 然後發呆一個 可能五分鐘吧 你就一直看 然後你可以一直放大放大 然後看各個角落 真的是 這台相機的解像力 真的是超級無敵棒 因為他使用的感光元件是使用Folvion X3 Sensor 這個是一個 已經 頗久的一個技術 但是 他 真的是非常厲害 跟你平常用的 Canon Sony Nikon 富士 Facewand Hazerblad 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全部都是用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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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ter 中文叫做 Bear 綠色鏡 這種 影像感光元件的技術 Bear Filter Bear 綠色 Bear Filter Bear 綠色鏡 這種感光元件的技術 那這種感光元件的技術就是用在所有 99%的相機上面 就是他一片感光元件他說2000萬像素 但是他其實 只有用到他四分之一的像素 因為他的 在2D的平面那個感光元件 他上面是使用 RGBG 這樣子的排列組合 所以你真的接收到了 顏色資訊 其實只有 四分之一而已 Sigma 所以像是這種 Bear 所以像是這種相機裡面使用Bear 綠色鏡 所以像 所以大部分的相機裡面使用Bear綠色鏡 他其實 他接收到了 四分之一的 顏色資訊 跟他的 所以 所以世界上99%的相機都使用Bear綠色鏡 所以世界上99%的相機都使用Bear綠色鏡 你手機的也是啦 所以你 其實 所以全世界 所以全世界99%的相機都使用Bear綠色鏡 那你看到的影像全部都是 電腦算出來的 就是你每一個廠商的計算方式不同 所以呈現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但幾乎 四分之三的東西全部都是被計算出來的 神奇吧 但是Sigma 但是Sigma 但是Sigma的這個 Folvian X3 但是這個Sigma的Folvian Sensor 真的是非常厲害 它是3D的 感光元件 它是RGB 是三層分開的 R在最下面 G在中間 藍色在最上面 這樣子 光線照進來是直接通過三層的感光元件 跟平常的2D的感光元件是完全 不一樣的 就有點像是底片啦 所以我才一直說它是數位底片 就是 一個神奇的 跟底片非常相似的 成像方式 所以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堆疊的三層感光元件到底有什麼優點呢 所以這樣子堆疊的三層感光元件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就是你不需要經過 電腦 運算出來你的影像 你其實你只要把三層 全部疊起來 就可以看到你的影像 就你不是 經過電腦 運算了 虛擬的影像 被 計算出來的影像 你是真的是拍攝出 真實世界的影像 神奇的解釋 那也因為 那三層的影像 那三層的影像 因為不用計算 那三層的影像 單獨 那三層的影像 三層的 三層的感光元件 這樣分別的記錄下來 那它的解像力 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它不是經過計算 你真的是接收到 一格 就有三個點 RGB 三個 Layer 塗層 所以你 所以三層的感光元件 它的解像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它是 一個感光元件 一個小點 一個像素 它是 有三層 這樣子 RGB 三個顏色的資訊 它不是說 一層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你還要經過計算 這樣三層的感光元件真的是 這三 這樣三層的感光元件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解像力會變得非常好 因為它每一個像素 有三層的 RGB 這樣子 三層的資訊在裡面 所以它真的是 真實的顏色 然後真實的 印 所以這樣三 所以這樣的 所以這樣三層的感光元件